2017年资讯传播部施工简介 沙华人年议会资讯传播部成立的宗旨是 一、辅助年会各部的资讯传播施工 二、媒体宣教 透过各式各样的传播媒体传扬福音 本部主要施工分为五大领域 网际网络施工 广播录音施工 影视施工 网络文宣施工 以及动画兼门 漫画设计施工 网际网络施工 继续维护与提升网站 微信及手机应用程式 年会资讯传播部建构经营七个网站 即沙华人年议会网站 真光电台 青春网络电台 Club Remaja 非礼物事 Share JC 以及博客太初有道 手机版网站 青春网络电台 Club Remaja 非礼物事 Share JC 手机应用程式 真光电台 青春网络电台 微信公众号 青春俱乐部 年会资讯传播部 广播录音事工 本部经营两个网络电台 即青春网络电台 以及真光电台 青春网络电台成立于2006年3月 透过网络网络的平台 效法耶稣爱的行动 进入年轻网友中 把他们带进信仰世界做预备 真光电台 真光电台 一个让你每时每刻都能遇见神的电台 成立于2006年11月 电台节目以引导人认识父神和他所赐的救赎红恩为宗旨 两个电台节目24小时不停放送 全年不打样 录制普天宋站导唱MP3 继续录制未完成的曲目 并上载至年议会网站 录制国语一般语节目 现有的国语广播节目 Dunia Remaja仍旧继续 并计划开发更多国语节目内容 欢迎国语教会之目者及弟兄姐妹参与 录制探索从书 每月一本上载至真光电台播出 录制灵命日良 录制作视频节目 人间天使见证节目 信仰麻辣锅 信仰问答节目 以及青春我可 青少年时事节目 让爱流动福音光碟回收计划 与古镜 施屋 明都鲁 美里 以及家伯设立福音光碟回收站 将回收的光碟重新包装 作为让爱走动 派送光碟 永不放弃电影音乐分享会 于美里 明都鲁 以及古镜 巡回播映 特邀电影男主角 肖文恒出帅 并现场歌曲 演出日期为2月23至25日 于3月25日星期六举行 《Miracles from Heaven》电影陪灵会 7月15日星期六举行《上帝的南高音》电影陪灵会 以上地点接在《施屋新安堂》 动漫兼漫画设计施工 制作《没说出来的品格》2D动画 第二以及第三集 制作媒体素养教育动画上集 国语版 编译漫画书 《没说出来的品格》 国语版 防制色情文化施工 第三届关怀同性恋培训中文 讲员为罗碧林牧师 以及柯瑞莲姐妹 初届课程5月20至21日 进届课程7月22至23日 于古镜卫里大厦举行 网安研习会 电子游戏背后的真相 讲员为赵小英牧师 以及潘信云弟兄 5月1日至2日 于诗乌青少年中心举行 3日于明杜鲁恩光堂 4至5日于美里美安堂举行 5月2日晚上有见证分享会 题目暂定 我如何走出网络霸凌 及电子游戏影 讲员为赵小英牧师 以及潘信云弟兄 地点于诗乌西安堂举行 其他事工 Vidia新媒体宣教工作坊 目的培训媒体宣教人才 于6月9日至10日 在诗乌碧里学院举行 传播伙伴宣教行动 若您对媒体宣教施工 极有负担 愿意以金钱来支持本部施工 欢迎您参加 传播伙伴宣教行动 行动一 奉献120令吉 你将会获得这些赠品 行动二 奉献220令吉 你将会获得这些赠品 福音资讯传生命 影音网络播万家 欢迎弟兄姐妹加入媒体宣教行列 成为福音媒体战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